那这里怎么封割呀 这里已经确定好位置了吧 那不就是所谓的输入输出流吗 输入的话 我们要用到sake 输出的话 你选这个流是不是就完了 说白了是不是就文件的拷贝呀 这里就是文件的拷贝 没有吗 跟拷贝的输入一样的 这个操作 第一步干嘛 是不是创建员 这个员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里啊 这是咱们的员吧 目标在哪呢 是不是在咱们的历史中啊 好 所以这里面来咱们的原file src等于new file 这4.5怕是吧 好 咱们的目的地呢 dst 对吧 咱用什么呢 new file 咱们的list吧 这4点list 那个list的叫什么呀 blog pass 对吧 是不是在这里存的路径呢 blog pass 然后点什么gat吧 idx吧 咱们这个blog pass 没有跟这个dst pass 关联上 对吧 这里面我们只成了个内部吧 是不是成了个内部啊 好 所以这里面我们把这个initial pass 把它放到这里吧 放到这个过程里可不可以 在这里确定文件的名称 换一下思路 好吧 确定文件的路径了 因为你这个路径传过来的吧 我这里没有关联路径吧 我这里没有关联路径吧 没有 所以这里面我们把路径传一下 可以吧 好了 加上路径dst pass 是不是这里加个dst pass 就行了 再加个什么 斜杠吧 斜杠不要忘了 好 在哪里面看到 这个就是原文件 这就是目标文件吧 这就是目标文件吧 下部咱们干嘛 选择留吧 选择一个随机访问的吧 嗯 乱等 access 爸爸 if了 new random access file 把咱们的src丢进去吧 好 主读模式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们去看去一下 把这个万万丢 对吧 待会我们要关闭留吧 还有什么流 咱们能不能用个buffer的呀 输出流吧 output stream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流把它输出去 对吧 好 等于什么呢 new buffer的output stream 还记不记得 new file output stream 对吧 输出流吧 好 把dst丢过去 拷进来 bfs 等于空 这是咱们的输入流 这是咱们的输出流 是不是文件的拷贝 来往下走 读取文件吧 在读取文件的时候 我们先要定位吧 if.sick吧 sick到你的起始位置啊 begin post啊 是不是多了这一点点 来 我们读文件怎么读 是不是还是那几个步骤 第一个缓存吧 好 也可以把它成为缓冲区了 byte new byte 1024 是不是那么好 第二个长度吧 然后是不是不断的循环读取啊 负一不等于对了 这个是我们的接收长度 好吧 好 负一不等于 ln等于什么 if.read的吧 把我们的flash丢进去 然后关键这里怎么写出去的问题吧 我看很多人直接就这么写的呀 bos.white 把flash写出去了 然后0ln 对了吗 不对吧 因为我这里有个实际的大小 你要读多少个吧 你这样一直读 读到最后去了 对不对 是不是 这里要控制大小啊 在这个读的过程中 比如这里面读 我们文件是这么大 好 这咱们的文件大小 我们读一点 我们实际大小可不可以剪掉一点呢 可不可以采取这种思路 这里面我读了一点 假如这个代表1024个 好 读了 读了我这个实际大小 我们就缩短 就变成这么短 可以吗 可以 只要再读一点 再砍一点 然后变成这么大 对不对 这能不能看懂 对吧 好 主要是讲解这个思路了 当然你们可以拆取其他的思路 好吧 假设这里面还有一点点 好吧 就要剩这一点点吧 剩这一点点怎么办呢 咱们最老 假设这个每次读的都是ln 这个也是ln 对吧 我能不能用实际大小减轻ln呢 可以吧 所以这里面我们怎么写呢 来 这里肯定不能这样直接写 否则你每次都ln 特别是这个最后一点点 那就读抄了吧 是不是就读抄了呀 读到别的东西去了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一部分肯定是不能要的 对这一部分东西是不能要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咱们怎么办 来 你写一下 我剪掉一点 我们先把思路说出来 剪掉一点点ln 可不可以 可以 然后在这个技术上 咱们就要算最后一次吧 何为最后一次 是不是他们 写了一点 我剪掉一点 写了一点 写了一点 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算最后一次啊 来 咱们就拿进来算一下 怎么算呢 我用我的actual block size 我剪去个ln 先看一下 看够不够用 够不够减吧 好 如果够减了 那我就把ln直接丢到里面吧 对 这里面能看懂 先看看够不够减 对不对 查看是否足够 写出 如果不够减呢 l是吧 这是不够减了 不够减了 那说明我就要不了这么多长度吧 对了 这是我们的剩余量吧 已经把之前的剪掉了 这就是我们的剩余量吧 直接写出剩余量就可以了 最后一次是不是就剩余量 好 然后这里面 我们直接写就完了嘛 当然了 传染的int了 这里面不会剩太大了吧 好 注意了 他并不会停止循环吧 他会再走吧 我干嘛呢 blake吧 这能不能看懂 是不是跟这个思路有点像啊 你写了多少我剪掉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下一次的起点 对吧 本次的终点就是下一次的起点吧 所以我这里都是采用剪的思路 你明白吗 很少直接去算了 很多人直接算一下 对吧 算一下也是可以的 包括这里也是可以算的吧 然后finally 好 关闭了 close utl.close 先关我们的bos 来跟咱们来啊 是不是这样就关闭流了 好 来 咱们来试一下 好吧 split 好 split.split到这个里面 可以吧 看完了 你也可以把这个勾进在后面吧 在这个里面可不可以 你自己可以改一下了 好 来 开始分割 去看看 来了吧 来 我们来看看大小 这块多大呢 50吧 好 这块也是50吧 这一块也是50 那这一块呢 来 是不是就41啊 总共是不是191 对吧 我们说了文件的后这个文件内容没关系 我是可以打开的 再打开看看 看看有没有掉的东西 有 乱码的问题这个不用管吧 组合起来是不是就好了 这就是咱们做的文件的分割 虽然代码量感觉有点多 实际上都是咱们用过的东西啊 对不对 就在于计算这样的细节问题 明白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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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